常听人说 做事要懂得分轻重缓急 其实在感情里 懂得轻重缓急和疏离远近 也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女人来说 进展得太快 让人感觉没有安全感 总感觉 对方是抱着某种目的 来接近自己的 反之 进展得太慢也有可能 在其中消耗掉了 感情里的热情和冲动 缺少了一点 让人心动的成分 所以 要将快慢相结合 先快后慢 这就如同煲汤一样 一开始的目的是 把汤煮沸 煮沸之后呢 就要转成纹火 其目的是将食材中的精华 提取出来 让汤更加的入味 也就是说 先快一点推进进程 确定关系 给对方一个安心之后 再慢慢地走向细腻的 细水长流 这样 才能够让女人 更加地接受 和融入进这段感情里 能撩动心弦的 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都是由平缓和高潮 两部分组成的 所以才悦耳动听 女人对待感情的感受 其实比男人 更加地敏感和细腻 或许 平时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就会触动到 他们内心的某个部分 身边的朋友 曾经有过这样一段 恋爱经历 他和那个男人呢 几乎是一见钟情 两个人也有着 共同的三观 于是 男人对他展开了 激烈的追求 表白的那天 更是准备了一个 惊喜的仪式 让他非常感动 可是 在这之后 男人却变得安安稳稳 不再那么 轰轰烈烈地表达 有一点低调行事的意思 这让朋友 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 两个人相处起来呢 又觉得 男人还是喜欢自己的 后来 男人解释说 刚在一起的时候 该有的仪式感 还是要有的 是为了让朋友 看到他的诚心 可是 之后的日子 是两个人过的 总要安安稳稳 平平淡淡 所以 只要把爱 给他一个人看到就好 不得不说 这种 只对女人 一人表现的偏爱 对女人而言 真的会被撩到 那种被放在 手心的独一无二 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心动 与其说 有什么撩女人的技巧 倒不如说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真诚 才是永远的必杀技 先快后慢 是清洗之后的沉淀 可若是相反过来 先慢 后快 或许 就会起到反作用 因为一开始的慢节奏 会让女人 已经有了一种 安稳和平淡的感受 若是将节奏 突然变快 就如同在 平静的湖面上 扔了一颗石子 破坏了原本的平静 溅起了涟漪 在电视剧《甄嬛传》里 甄嬛在甘露寺的时候 已经那样的苦 为何不选择 投靠温太医呢 想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 温太医 一直是以一个 陪伴者的身份出现 她给甄嬛的感觉 是无私的陪伴 没有任何的目的 然而 当温太医 突然提出 要取甄嬛时 她的形象 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给了对方一种 之前的种种付出 都是为了 这一刻的拥有 或许 这并不是 温太医的本意 她也是真心 对待甄嬛的 但是 用错了力 也没有达到 应有的作用 实在是可惜 在感情里面 也要遵循人性 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女人想要的是 惊鸿一瞥的心动 和细水长流的温情 心动 讲究刹那间的快 而温情 需要 涓涓细流的慢 想要得到 一个女人的心 快慢相结合 是最重要的 既然付出了 就要将力 用在最大处 避免做出力 不讨好的 无用功 女人想要的快 是非她莫属 是坚定的 和她在一起的 心动频率 唤醒沉睡的小路 又开始在 心里乱撞的感觉 而女人想要的慢 是关乎未来的慢 她们害怕那种 来得快 去得也快的感情 这种感情 不仅伤人 而且还会在心里 留下一个伤疤 后境难以消化 在《如意传》里 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 魏燕婉 她遇到了生命中 两个最重要的男人 一个是凌云彻 另一个就是皇上 而皇上 直接给她想要的东西 然后再慢慢地 教她道理 和宫里的事物 魏燕婉选择了皇上 的确在意料之中 先快后慢的感情攻势 所见即所得 让她有抓在手中的笃定 也有对未来长远的放心 想撩一个女人 绝不是付出物质那么简单 她们对感情的体察 非常细腻 不仅看眼前 也会看未来 先快后慢 在这个快餐时代 遇到小火慢蹲的粥 这样的感情 是女人无法拒绝和抵挡的 人们总是想要 先抓在手心里一些什么 再看看远方如何 你如果能够做到 快点让她拥有想要的 再慢点踏实地 带她向理想的未来前进 那么你的位置 也就非同一般了 女人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爱情呢 这个问题 很多男人都不明白 甚至拿着错误的答案 去撩女人 最后的结局很明显 被嫌弃 想把喜欢的女人撩到手 首先要做的 不是冲动表白 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在她家楼下 或者公司楼下等着 也不是每天不间断地 点奶茶 送午饭 你要知道 任何一个人 都会困扰于别人 平凡送上门的好意 偶尔一次 她会感动 但是次数多了 她只会觉得困扰 所以追女人 一定要掌握好节奏 进两步 退一步 快慢结合 才能够得偿所愿 很多男人都觉得 女人难追 不管自己 怎么主动讨好 对方都不闻不问 不痛不痒 没有任何的感动 其实啊 并不是女人难追 而是你没有找对方法 你一味地去讨好 她当然会觉得 你很没有魅力 觉得你很烦 男女的思维有差异 你以为你 时时刻刻想到她 联系她 她就会觉得感动 实际上并不会 她只觉得 你太烦人了 像个牛皮糖一样 甩不掉 对她的生活 也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不删除拉黑 都算是好的了 怎么可能动心 说真的 聪明的男人都明白 撩女人呢 是要掌握好节奏的 学会快慢结合 才能真正地 拿住她的心 让她离不开你 从别人处理 感情的方式中 学习一些经验和技巧 你也能成功地 撩到心仪的女人 一起来看看 这两个男人 是怎么做的 徐兴乔 24岁 学生 我追了一个女同学 好久 但是人家都没有答应 每次都是给了一点希望 又让我失望 我和她是在大学的时候 认识的 她主动地要了我的微信 但我其实很久以前 就已经注意到她了 当时呢 就觉得 这个女孩啊 长得很好看 之后 她又主动地 过来找我聊天 在接触当中 我发现 她还很活泼可爱 和她外表的高冷形象 完全不符 我越发对这个人感兴趣了 况且 她是我们学校 有名的美女 我也有一点 小虚荣心在 想要和她 成为同学们口中 郎才女貌的一对 所以在后期 就变成了 我发动攻势 主动地去追求她了 我每天都会给她发消息 关心她的情况 但她反而不太愿意 搭理我了 她大三实习的时候 我给她发了一次消息 她还大发雷霆了 让我不要在她工作的时候 打扰她 否则 她会觉得我很烦 我就像是一个花痴一样 在她的后面摇尾起脸 她主动找我聊天 我就会高兴半天 有一次 她喝醉了酒 我翻出学校去找她 把她和她的朋友安顿好 我再翻回学校 每次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已经很亲密了 向她表白的时候 她次次都拒绝了我 之后 经过毕业 考研 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 物理距离越来越远 那种感情 被乘风在了心里 有一次 我和室友了解了这件事 他们都说 是因为我太黏了 没有把握好分寸 所以人家女孩子不喜欢我 张浩天 26岁 传媒公司职员 我和女人接触 是非常注意分寸的 如果你经常去联系对方 只会让她觉得 你没事可干 一年以前 我们公司来了一个 实习的女大学生 是我在带她 说实话 她长得很好看 是我的菜 我对她呢 也有点那种意思 但是 由于当时是同事 而且 她不久就回学校了 我也不太好意思 去打扰人家 到她毕业以后 她去了别的地方工作 我觉得时机到了 我就特别主动地 去找她聊天 她刚开始工作 不懂的事情很多 同事之间的相处 也是一个问题 经常都会向我求助 我就以一个老油条的身份 去教她 白天的时候呢 我几乎不会去打扰她 一来是我也有工作要忙 二是 她也有工作 我找她聊天的话 肯定会耽误双方的事情 我会隔个几天 在晚上的时间 和她聊聊 她也非常享受的 这种感情 每次我发消息过去 她都是秒回 我都怀疑 她是不是在等着我 如今 我们已经走进了 心照不宣的 暧昧期 在一起 只差一个表白的距离 追求女人 千万不要追求速度 也不要一味地讨好 这样的话 只会引起她的厌烦心理 换一个角度想想看 对一个主动贴上来 不分场合 不分时间打扰你的人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 非常的烦躁呢 道理是一样的 你在对待别人的时候 代入一下自己 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对女人而言 一个男人 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 及时地出现 但是 又能给足彼此 单独相处的空间 既不过分地热切 也不会显得冷淡 彼此在爱着对方的时候 也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 这 就是最好的爱情 男女之间的感情 是最说不清 道不明的 有些感情 不需要点破 也不需要说出那句喜欢 两个人 就能体会到 对方的情意 有的人 将真心逃出 递给对方 表白爱情之意 尤为明显 却被对方视而不见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有很多公平的事情 但也意味着 会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 即使付出再多 也得不到对方的一颗真心 感动会成为爱情吗 相信每个人内心中 都会得到某个答案 就像是 有的人会选择爱自己的人 而有的人呢 会选择自己爱的人 这看似是一种选择 但却也是为不同的人生 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 总觉得 男二深情又可怜 为什么女主角 完全看不到 对方的付出 可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自己 也面对这样的抉择时 才发现 有的深情 注定会被辜负 有的人 最终 也只能成为过客 你们最后 没有在一起的原因 可能会有很多 因为家庭 性格 三观 也可能是因为 感情破裂等等 但是 那个人曾经的出现 却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女人的心思 的确很难猜 上一秒是晴天 或许 下一秒就是 倾盆大雨 但是 当你想要得到 这个女人的爱时 你就应该要明白 你需要听懂 她所给出的信号 不懂呢 没有关系 只要你记住 当女人对你说了 以下三句话 就是想要越界的信号 千万不要 不懂对方的意思 你觉得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当一个女人 如果问你 你觉得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时 那么 她80% 是在为她后面 所说的话 而做铺垫 无论你是不停地 说她的优点 还是缺点 其实 都是想要 从你的这个回答中 找寻你对她的 一个直观的看法 然后 来评定你是否 对她有意思 或许呢 你会觉得 这不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吗 甚至 这个问题 她可能还要 同时问过很多人 但是 其实 对方到底是否 我想要跨越 和你做朋友的界限 自己是最先 可以感受到的 因为对你产生了兴趣 因此 想要从你口中知道 自己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 也为后面两人的关系 进一步地发展 埋下了伏笔 所以 如果是一个异性 来问你 你觉得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时 那么 她可能会 非常在意 你的这个答案 因为 对于她来说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 喜欢的异性 当女人 问出这句话时 那么 她的意图 就更明显了 如果你回答有 她会有一些失落 同时 也会有几分小期待 或许 那个人是自己的猜测 可是 如果你回答没有 那么 她便会表现得 异常兴奋 甚至 她可能会直接问你 是不想谈恋爱呢 还是没有遇到 合适的人 这样的话题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每个人的时间 都是非常宝贵的 因此 如果一个女人 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来了解你这样一个人 那么 她很大程度上 是对你有兴趣 并且 是一种 想要越界的信号 有时间吗 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女人找你帮一次两次忙 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 如果她经常 以这个理由为借口 约你见面 或者是 你们两个人 平凡地接触 那么 这个女人 就是以帮忙为借口 故意地要接近你 所谓的帮忙呢 只是为了营造 让两个人 都不尴尬地气氛 但可能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只是因为想你了 迫切地想要见你一面 女人 女人不像男人那般的直白 喜欢就直接地表达 或者是大胆地追求 她们的心思 会比较敏感一些 因为 会先找机会 让你对她产生依赖性 以此来让你主动地告白 如果一个女人 经常地找你帮忙 那么你就要明白 这是想要约界的信号 如果你对她 有同样的好感 那么 就请主动一点 不要让女人 以这种方式 来加强 你们两人的联系 相对于男人来说 女人总是那么地含蓄 并不会一针见血地 说出喜欢 因为她们的自尊心 也是非常的强 害怕这层关系 一旦被捅破了 就连朋友也没得做了 所以 在此之前 她会询问你各种问题 在你们的聊天中 她也会不断地试探 来证明 你是否喜欢她的证据 因此 一段感情中 千万不要两个人 都装糊涂 那么 只会让两个人的关系 处于迷雾之中 最好的是 一个人装糊涂 一个人勇敢地告白 爱情其实本身并不复杂 复杂的 只是出于爱情中的人 因此 在下定决心 要追求一个女人时 你应该先了解 她的脾气和喜好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 你一定需要听懂 她的言外之意 特别是 她在说某些想要越界性语言的时候 那个时候 便是你获得幸福的时候 女人喜欢一个人 会经常地出现一些小动作 虽然比较委婉 但是 用心观察就能发现 在你的面前 她没有太多的话语 但一些下意识出现的小动作 往往就是她对你的真情流露 因此 男人跟女人交往 一定要细心观察她的举动 一旦发现她对你有意思 就要抓住机会来追求 以免错失了缘分 其实 女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特别委婉 就算是再爱你 也未必会直接说出来 一方面呢 她们太矜持 另一方面啊 她们害怕会患得患失 不敢轻易地表露爱意 这就需要男人 主动地挑明彼此的关系 用心去疼爱她 这样才能渐渐地打消她的顾虑 想要和女人走入爱情 男人一定要做到细心 用心 凡事要主动 这样才能顺利地跟她确定关系 一般来说呢 女人在你面前 如果有这些小动作 那么 就是喜欢上你了 一 喜欢抿嘴唇 说明对你动情了 女人在喜欢的男人面前 最常见的一个动作 就是 抿嘴唇 男人可不要小看这个举动 女人呢 一般是不会随便在异性面前 抿嘴唇的 只有是真正动情了 才会出现这种下意识的动作 她心里也很喜欢你 但是又不好说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紧张 于是 就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但是 不管她如何地控制自己 有些情感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 因此 她会经常地在你面前抿嘴唇 无非就是在向你发出信号 希望你尽快地明白她的心意 男人跟女人相处 一定要细心观察她的举动 一旦发现她出现抿嘴唇的举动 就要抓住机会 主动地追求 事实上呢 女人的这种举动 显得特别地撩人 她期待和你发展关系 就会不断地暗示你 可能和你说不了几句话 她就会抿下嘴唇 其实 就是她有很多话 欲言又止 对你充满了期待 在跟你交往的时候 她会经常有这些俏皮的动作 男人不妨用心地观察 以免错失了机会 一旦发现女人对你有好感 就要大胆地追求和表白 只要你真心爱她 就能顺利地跟她 发展亲密的关系 二 经常撩头发 想引起你的注意 女人心里很喜欢你 还有一个常见的动作 就是 在你的面前 经常地撩头发 每当跟人见面的时候 她都会有意无意地 撩一下自己的头发 其实呢 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本身来讲 女人的这种举动 是非常吸引异性的 看起来特别地俏皮而感性 她经常这么做 不是真的头发不顺 而是为了吸引你的关注 让你对她多一些地关心 而且 当你在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也会经常出现这种举动 说明啊 心里对你很有好感 渴望和你进一步地发展 男人如果遇到这种女人 就要主动地出击 千万别迟疑 以免让她失望 事实上 女人对于心动的男人 她有很多下意识的举动 以此来暗示你 这就需要男人细心地观察 对女人的言行举止 都要用心地去感受 这样才能及时地了解 和回应她的爱意 如果女人不喜欢你 她不可能做出这种 撩人的动作 对你没有好感 可能在你面前会很高冷 总是板着脸 当她不想跟你发展关系的时候 不可能让你靠近她 会用冷漠的态度来拒绝你 相反 当女人对你很青睐 渴望和你深入发展关系的时候 她就会特别地热情 总是借机跟你在一起 但凡在你面前 她都会有一个撩头发的举动 这就是她在暗示你追求的信号 男人遇到了就别错过 以免将来后悔 三 冲你甜蜜的微笑 暗示你可以表白了 女人真正地喜欢一个男人 她脸上的微笑是不同的 完全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 她只是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 可能也会笑 但这种笑只是礼貌性的 没有太多的意味 瞬间就消失了 再比如 她只是和你认识 或者是工作上的同事 她笑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热情 只是一种职业性的微笑 不过 当女人真心喜欢你 想跟你发展亲密关系的时候 她对你的笑容就完全不同 这时 她在你的面前 经常会冲你甜蜜的微笑 笑得像一朵花 眼里的温柔会特别地深情 其实呢 男人如果用心地去感受 就能够发现 喜欢你的女人 笑容很特别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对你怦然心动的女人 她的笑容里 往往在传达爱你的意思 眼神非常的深情 那种温柔 可以瞬间软化你的心 所谓眉目传情 就是女人看着心爱的男人时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 爱慕之情 每当触你微笑时 她的嘴角都会微微地上扬 对你有情有独钟的味道 视线再也离不开你 女人这样对你微笑 其实也是在暗示你 可以追求和表白了 只要你真心地爱她 肯对你负责 她一定会欣然地接受你 和你共赴爱情 男人跟女人交往 一旦发现她经常做出这种举动 就要重视起来 大胆地去追求 如果想要收获甜蜜的爱情 不能在原地等待 一定要主动出击 这样才能顺利地发展关系 希望现实生活里的男女 都能够勇敢地抓住缘分 彼此交付真心 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这样才不复遇见 男女生活的欲望 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相比之下呢 男人表露男女生活欲望的方式 更加地明显 更加直白 而妹子们就腼腆含蓄了很多 毕竟 女人面对性爱 多少都要矜持一些 否则就是插女了 但是 我们仍然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判断妹子的需求状态 以及 她对男女生活的包容程度 比如说 坐姿 从妹子的坐姿 看她的需求意识 乍一看呢 似乎有点不靠谱 但是 仔细分析以后 你会发现 事实上 在一个妹子的身上 很多小动作 都背叛了她内心的想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别着急 一起来往下看 一 交叉两条腿的坐姿 很多妹子都喜欢交叉双腿坐下 这个看似随意的姿势 其实并不简单 如果说 男人翘二郎腿 是随遇而安的表现 对异性伴侣的要求不多 而且 极易发生男女关系 那么 这种坐姿的妹子 恰恰相反 她们很有原则 交友 男女生活要求很高 对自己伴侣的要求也很高 她们的男女生活 追求身心的统一 一旦男人误解了她的意图 她的需求兴趣就会消失 很难重新点燃 二 摇动双腿 与翘二郎腿相比 有些妹子坐着时 可能会摇动双腿 抖腿 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身体反应 可能证明 妹子思维很灵活 脑筋很快 特别在某个特定的时刻 比如在会议上 抖腿表示 妹子的内心并不平静 她正在钻研计划式的 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类人无论是男女 都有强烈的需求倾向希望 因为这种无意识行为 是需求潜意识的表现 三 张开的双腿 这个坐姿比前两种更加要豁达 坐下以后分开双腿 这个姿势是男人的天性 对于妹子来说 属于不拘小节 聪明 开朗 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主意 在性生活上 这种妹子更喜欢 把控自己的节奏 可能看对眼 或者只要她喜欢 就能发生男女关系 当然了 如果男人的表现很鲁莽 令她不满意 妹子就会立刻翻脸 不得不说 这种豁达的妹子 既吸引人又危险 男女生活主动权 常常把持在他们的手上 而中年男女 大多都是有了家事 在交往的时候 更加要谨慎小心 不能够跟异性过于亲近 异性交往的边界 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 这是成年人最基本的原则 人到了中年以后呢 心思应该都放在家里 珍惜身边的人 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中年男女 没有这种意识 经常地跟异性交缠不清 很容易让关系变得暧昧 一旦越界了 最终都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和痛苦 事实上 成年人之间的暧昧 是最危险的 如果两个人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无论怎么做 最后都会两败俱伤 所以 中年男女 还是要恪守忠诚的底线 主动地跟异性保持距离 拒绝一切形式的暧昧 这样 才不会丢失自己的幸福 说到底 中年男女 关系暧昧的三种表现 一定要避免 中年男女在交往的时候 如果双方没有节制地聊天 言语暧昧 其实 关系早就不正常了 正常的异性关系 不可能平凡聊天 更不会玩暧昧 彼此都会注意分寸 只有对感情不负责任的男女 才会迫不及待地跟异性聊天 喜欢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以此来获得欲望的满足 只要有时间 两个人就会聊天 互发消息 或者是直接见面 甚至一起出去约会 这些行为 足以证明关系暧昧了 人到中年 还是要有一定的修养 不要丢失身上的责任心 如果彼此都不注意影响 最终都会造成关系越界 在现实中 有些中年男女 特别地没有界限感 总是找借口见面 有事没事就发消息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既然有了家事 就要注意分寸 跟异性交往的时候 一定要有界限感 否则双方都不避讳 总是要找机会 在一起暧昧不清 等到关系变味了 后悔都来不及 因此呢 中年男女 最好不要跟异性 平凡地来往 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的休息时间 最好不要聊天 要是真的有时间 回去陪陪家人 不是更好吗 如果把时间 都用在别人的身上 那么到头来 只会影响自己的感情 得不偿失 尤其是有些中年男女 在一起就无话不谈 打情骂俏 甚至主动聊一些 私密的话题 这都是不正常的表现 所以一定要避免 二 有亲密的行为 说明关系不一般 中年男女 若是在一起 发生亲密的行为 说明关系不一般 尤其是单独相处时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 靠近对方 从而做出一些 亲密的举动 一旦有了肢体上的接触 关系就越界了 比如 有些中年男女交往时 总是牵手和拥抱 表面上是开玩笑 实际上就是在暧昧 再比如 两个人一起出去时 会下意识地 挽住对方的胳膊 身体挨得很近 显得特别地亲密 这样的男女 关系早就变味了 就算他们不承认 也改变不了 暧昧的事实 肢体接触 其实就是关系越界的证据 男女之间 只要有亲密的行为 早晚都会出事 根本就藏不住 朋友张小姐 在工作当中 认识了一位男同事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就聊得非常投缘 于是 双方互加了好友 留了联系方式 希望能够成为异性朋友 之后 只要有时间 两个人就会聊天 在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 双方都有了 约会见面的想法 就这样 两个人 很快地就从手机聊天 转变成为私底下见面 约会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 张小姐 每次都会挽着 男同事的胳膊 而男同事呢 有时候 也会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说是保护他 其实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们的关系暧昧了 只是没有揭穿而已 最终 在一次约会以后 双方都有一些冲动 不小心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事后 张小姐有些内疚 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 觉得对不起老公 于是 张小姐和男同事 冷静地沟通以后 双方才没有来往了 连朋友都没有做成 所以 中年男女 一旦有了亲密的行为 其实就是关系越界了 如果不及时醒悟 必定会承受巨大的痛苦 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 互相分享隐私 经常互发相片 一般来说呢 男女在恋爱的时候 才会互相分享隐私 经常互发照片 以此来传达爱意 不过 对于中年男女来说 如果在交往的时候 经常地分享隐私 和互发相片 这就显得很不正常了 两个人都有家事 但是 却在跟别的异性 聊隐私 发照片 这种举动 很明显 就是在玩暧昧 如果双方都不能 克制自己 很容易滋生出 暧昧的情愫 最终造成关系越界 正常的男女 不可能会把自己的 隐私和相片 发给对方 他们都懂得交往的边界 不会让关系越界 只有那些 对感情不负责任的人 才会和异性 毫无避讳地谈隐私 没有成年人 该有的体面 王先生在工作当中 认识了一位新来的女同事 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初次见面 就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于是 他主动找女同事 加了好友 还认真地告诉他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 就找他 任何时候 都可以给他提供帮助 就这样 两个人开始聊天 渐渐地熟悉起来 每天下班以后 双方都会聊到深夜 沉浸在暧昧的氛围里 后来 双方的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了 双方都会说一些 隐私和心事 不管是以前的恋爱经历 还是现在的婚姻 都会说给对方听 希望得到安慰 而且啊 两个人 还有事没事地 互发相片 既想得到对方的欣赏 又想借此表达爱意 最终 双方的关系 暧昧了 意外地发生了 亲密的关系 所以说 中年男女 若是经常地 有这些举动 对于隐私方面的东西 没有避讳 那么就说明 关系很不简单 迟早会让关系越界 总结来说 中年男女 关系暧昧 会有这三种表现 别装了 没有节制的聊天 言语暧昧 有亲密的行为 说明关系不一般 互相分享隐私 经常互发相片 男女在交往的时候 一旦有了这些表现 其实 关系早就变味了 只是双方都不敢承认而已 本质上来讲 暧昧的关系 就是大于友情 而小于爱情 这是最不好把握的 一种关系 如果男女双方 都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感 很容易让关系越界 等到发生了亲密关系以后 肯定会后悔 毕竟 中年男女都有家事 若是背叛了感情 随之而来的将是巨大的麻烦 以及各种付出惨痛的代价 希望现实中的中年男女 都能够恪守边界 拒绝异性之间的暧昧 对感情保持最基本的忠诚 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觉悟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